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行政长官会先向大家发言 之后会有提问的时间 提问的时候请注意每位提问 不多于两题问题 先向行政长官 好 大家早晨 这两个星期 香港是充满动力和活力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星期刚刚已经开始了 香港金融科技周 参加这个活动的 有起码500个赞助商和参展商 也有300多个港者 我们相信出席的人数 都会是过万的 另外就是明天开始的 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现在我们理解的 出席的人数是超过200多人 有不同地方的一些金融领袖 来和我们去讨论和分享交流经验 接着大家都知道周末就是我们的七人篮球赛 星期五开始 下个星期 星期四和五 亦都有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 所以这两个星期 我看香港是真的充满动力和活力 这个都是自从零加三之后 大家可以更加有不同活动的空间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社交距离措施一些放松 大家都开心了 活动又多了 很多经济的活动 亦都可以从此再推进 在出入境方面 大家亦都可以看看 由十月的数字 平均数字相比九月的平均数字 因为我们九月不起 实行凌加三 所以出入境的数字 十月是九月的1.5倍 而入境的数字 十月也是九月的1.6倍相弱 亦都可以看看 譬如是外地来的人士 大家都有讨论过 除了香港人出外 回来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外国人 非香港居民 甚至非内地居民 在入境的数字 十月和九月比较 是2.3倍 所以看到动力和活力 是逐渐逐渐回来的 我们亦都会不断希望 在这方面的数字 是 我们留意着 在可控的情况 会容许更多活动 可以在我们整体社会 以及和外国接规方面 更加推进 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有参与不同的活动 以及推展我们整个香港 在我们经历了三年之后的疫情 是和世界接轨的 现在我是欢迎大家提问 接着来提问的时间 请提问的记者 待会用我们给你的麦克力去发问 也都先介绍你来自哪个传媒机构 以及每位提问不多于两题 左手边前排女记者 请问金融峰会 刚才说是充满活力 但是部分嘉宾 就以各种不同的原因 不出席 会不会失望 以及政府现在 有没有缺席嘉宾的名单 人数 另外就是他们 其实有皇马 但也可以进入一些餐厅的包装 以及一些处所 其实会不会派到双重标准呢 另一个问题就是 盧崇茂也说到 都会考虑限制一些医护 在公立医院服务的年数 其实政府的复稿是要留多少年 什么时候推 以及会不会做咨询呢 有没有考虑会担心 损害一些毒医的意欲 会不会用其他方式留人 譬如改善工作量等等 第一就是以我们所知 有两位打算出席的 因为他在本地确诊了 来得也是很少的数目 另外有一位就是 自己的行政不来亚洲 这是相当小数目 我们现在看到的 参加的人数超过200位 亦都跟我们的预计是很符合的 在施政报告里面 我也强调了 在我们进行红黄马 去按着风险去管控我们的疫情 按级别分级处理 这个导致我们可以在风险可控之下 举办不同的活动 所以在施政报告里面说 我会按着需要 针对相关的活动 是决定的方案 让这些活动可以举行 亦都是基于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今次是有一些措施 是安排了 令到可以 这些我们认为在香港 应该去举行活动的 一些盛大的事情 是可以进行 而且我们在风险可控之下 去设计的 例如 有很多都是一些私人包商之下的活动 无论是今次的金融高峰论坛 又或者我们的七年篮球赛等等 这些针对性的方案 我们会之后总结一下那个经验 以及看看结果 在里面从中 看看有什么好的经验 令到我们更加设计将来的方案 以及在整体的防疫方面 设计我们在某些措施里面 将来推进是应该怎么走的 另外有关一些医护人员 人手短缺 我们正在想 如何令到在工营服务方面的人手短缺 去增加呢 这个医惠局正是第一 向立法会解释一些想法 亦都会和业界充分沟通的 大家就希望呢 都是帮我们整体医疗服务 对香港所有需要的市民呢 是尽量提供好的服务给大家 潮主的目的呢 希望大家想一些有效的方案 最终都是希望市民受惠的 下一位提问 左手边前排中间的外南记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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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Free Press Paul Chan will likely test positive for COVID on arrival on a PCR will he undergo isolation or will an exception be made in light of these events and next you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when the government lost in a case over vaccine exemption certificates rather than accept the verdict it chose to change the law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do you fear this sends the wrong message when it comes to Hong Kong's rule of law well first of all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n his arrival will do his PCR test so we'll wait until his result and of course if he's found to be infected he will have to isolate himself we'll deal with his cas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e second thing I think your question is very misleading the government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at is the priority principle that we have been adopting the judgment indicates that well there is a gap which needs to be filled and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we take action to fill that gap to ensure that the action we take has a strong legal basis so that is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then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appeal or not appeal and we have already issued a statement to indicate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we have a duty to take care of public health speedily and efficientl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we have been rolling out the different measures when we acted it was under this firm belief if the judgment indicates that despite the good in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a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legal basis is strong and full and according to that principle we take action to ensure that we have a strong legal basis so that we can make sure that we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at's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exactly that's a very strong example that we are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we have another question time of reconciliation 時間關係 放寬去寧嘉寧的話 旅行社會出現這個倒閉潮 政府會不會進一步考慮 放寬入境措施 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另外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MIRROR演唱會的調查報告 之前政府說很快就會出 為什麼到現在還未有呢 是不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大概什麼時候會有呢 麻煩你 首先環球的經濟 的確是疲弱的 香港是外放營的經濟 所以環球經濟一定會影響香港的經濟 我們看到在出口方面 我們在這方面的數字的確是下跌的 很多原因導致出口方面的下跌情況 包括外幣是疲弱 這些影響出口 很多先進的經濟體 它本身的通貨膨脹是嚴重 它們是緊縮緊貨幣政策去壓抑那個需求 亦都導致出口方面受影響的 我們當然是明白 在經濟受外為影響的重要因素 但是如果在我們本身香港呢 第一,疫情的情況一直受控制了 看到我們很多活動都開始是 大家攪拌 社會的氣氛亦都開始是活起來 再加上消費券 都希望在提振這方面 自己內部可以是有一些積極的作用 亦都留意到在就業方面的數據 我們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所以整體我們是要留意著經濟 全球的經濟的走勢 大家都要留意 當然我們是會在不同的方面 亦都留意在金融方面的影響 但是希望我們的活動越來越搞得多 我們自己的內部經濟是會上升 我們都明白在旅遊業方面 這方面亦都是最受打擊的 在旅遊方面,我的施政報告要提出 我們是用六億去幫助我們的文化古蹟本地遊 亦都是我們將一些本地遊的活動 包括綠色生活的本地遊 我們將它加了一些 加了一個額去津貼它 亦都加了一個人數和金額都加了 那這方面都希望盡量推動的 我們知道 整體來說 當我疫情的情況是可控 我已經多次告訴大家 我的路線是一致性的 是穩步地去埋盡 希望盡量可以給社會的不同經濟活動 以及一些民生活動 你看到在適當的情況之下 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 社交距離措施是一路一路調整的 我們希望在這方面 會幫到大家 亦都在剛才所看到的數字 包括我們出入境人數 一直在上升 我們的不同的活動 特別是一些國際城市 亦都在香港舉辦 我相信在整體 帶領著香港在經濟復甦方面 都是有一個積極的作用 多謝大家 有關MIRROR事故的報告 已經很積極地進行 我亦都知道有關部門 都接近尾聲 應該很快向大家宣布 多謝大家 謝謝 gyak coac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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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長官 UK C